上映后,时隔八年,漫威洛基紧藏彩蛋,被发现,恶作剧之神名不虚传大家好。 欢迎收听美漫小喇叭,这次小编和大家聊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 如果为粉丝谁才是漫威人气最高的拆超级英雄这个问题,也许很难回答。 但是要问漫威最有人气的反派那似乎只有一位,那就是洛基没错,就是艾斯加德的恶作剧之神洛基。 洛基好歹也曾经在复连衣中也算是终极大反派,而且在雷神系列中也是重要的角色, 但是在MCU中的最后结局却是草草收场,竟然是被新晋人气反派灭霸,给生生捏死了。 鉴于洛基以前有假死的历史,更多的粉丝还是倾向于洛基没有死的。 但是恬不知耻的罗素兄弟却官方宣告了洛基的彻底死亡,当洛基的粉丝们十分伤心。 然后,重温洛基在漫威电影中的滴滴点点,却意外发现了八年前复连衣中的洛基的隐藏彩蛋,是不是感觉特别神奇呢? 一部电影在上映近十年之久后,才发现,竟然还有彩蛋没有被发现。 那恐怕只有漫威电影了,其实就是电影《复连衣》中洛基被抓之后,关押在神盾局的空中航母。 这个时候,有热情相宜的画面比较反常的一点,就是一般人体的温度是高于环境温度的。 但是洛基却是截然相反的,因为洛基是冰霜巨人啊。